大家好,我是阿龙 关于蜜蜡做那个草草 一般纯蜜蜡做那个草草 蜜蜂容易接受一点 为什么呢 本身这个蜜蜡属于中蜂产出来的蜜蜡 都是 中蜂接受度比较高 如果你在网上买到一种 蜜蜂蜡或者一种不纯的蜜蜡 怎么是不纯的蜜蜡 像我们做那个草草 都是用纯的蜜蜜来做 蜜蜜接受度比较高 那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做那个草草,现在煮蜜蜜 然后等一下把蜜蜜过来一下 在仿购里面买那种便宜的蜜蜜 便宜的蜜蜜蜜 有什么 很多假蜜蜜 特别是优蜜蜜 大部分不行 因为 蜜蜜蜜蜜蜜 它是怎么做出来 它是拿那种矿蜜 就是说跟蜜蜜的蜜一模一样 放到蜜蜜蜜蜜里面去 或者拿着 意大利蜜蜜蜜蜜 放进去 做那个草草出来 蜜蜜接受度不好 因为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的草皮扎进去 被蜜蜜给咬掉去了 不要 扎进去蜜蜜蜜不照 照得很慢 正常说 一张新的草草 如果是外面大流蜜蜜蜜 两三天就做好了 蜜蜜蜜 如果你放进去一个星期 就发现草皮做不好 那肯定草皮就有问题 有很多新锁 在那个网购里面 买那种新的草皮 新的草皮过来 那个蜜蜜 正常来说 他接受度是可以的 如果呢 有些他是 那种蜜蜜 等于说 草草的生产商 为了节约成本 他就从蜜蜜里面 参入那种矿蜜 矿蜜就是说 蜜蜜那种蜜 他参进那个蜜蜜里面呢 可以省很多成本 成本 呃 由于啊 这个矿蜜的价格比较低啊 蜜蜜的价格就比较高 这样的话 可以省很多成本 第二个呢 呃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就是说 那个蜜蜜参入那个矿蜜里面呢 那个机器生产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如果不参入那个矿蜜进去呢 他生产的速度就比较慢 呃 最主要是 呃 不参那个矿蜜进去的那个机器啊 压 压 压这个草处的时候呢 压的 比较容易粘机 比如说 那个机器被 被那个蜜蜜给粘住了 经常卡机 如果呢 只缠了那个 矿蜜进去啊 他就不那么容易粘机啊 啊 这样生产的速度就比较快一点了 以前我家里面都有一台那个 呃 呃 批量生产蜜蜜的生产草处的那个机器啊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个机器现在用久了 那个 呃 呃 牙纹的变形呢 用不了了 呃 就是说 压得出来的话 很容易做了个零蜜出来 因为那个 呃 牙纹啊 变大了 等于说 压出那个草处啊 那个孔就变大了 草处的孔一旦变大了 就不能用了 用了很容易 这个孔呢 在这里造了一堆零蜜去 啊 所以呢 呃 呃 压出来的草处啊 孔径变大了 是肯定是用不了了 在 现在在那个网购里面 大部分啊 那个蜜蜜的蜜蜜 最主要是他们 呃 因为有很多人啊 在网购买那个蜜蜜回来 是很便宜的 呃 用来用蜜蜜 呃 那这便宜的蜜蜜 它可能是参了那种矿蜜进去 所以拿去用蜜呢 它效果不太好 呃 等于说 它肯定是参了别的东西 因为矿蜜呢 它是用 呃 别的东西提炼出来的 呃 可能有一种挂 有一种味道 那个蜜蜜不太接受 所以 拿去 呃 用蜜蜜呢 可能是不太行 这个是很正常的 呃 因为 呃 那个矿蜜里面呢 它是 用什么东西来提炼 我就不太清楚了 它就可以跟那个蜜蜜 给弯在一起主用了 它就弯在一起 所以呢 做出来的草草不好用 拿去用蜜蜜呢 呃 又不到 所以呢 这个蜜蜜 不存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啊 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关注 哦 嗯 嗯 好